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很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却做不到吗 不知道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不是因为这些事很难 是因为人们没有养成好习惯 有一个行为科学家 肖恩阳 他在如何想到又做到一书中 从心理学 医学和商业的角度 给出一些实用的建议 第一 就是把你达成目标 必须要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 然后把这些事情养成习惯去做 比如你想养成每天看书的习惯 你要固定一个时间 或者睡觉前15分钟到半个小时 甚至有的朋友在马桶前面放一本书 每天一蹲在马桶上就看上几分钟书 我们需要长远的梦想和目标 但最重要的是盯住当下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不断地反思和优化行动 最终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达成梦想 第二 如果你能在社群中找到榜样 找到归属感 那社群就可以帮我们养成长期的好习惯 比如说 要是每次都有朋友陪你健身 坚持锻炼对你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那怎样判断一个社群是好的社群呢 这个社群15%以上的成员 可以做你的榜样 而且成员之间会彼此鼓励和点赞 这会让你产生信任感 感受到别人的支持 所以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我们鼓励小伙伴们行动打卡 就是利用社群的氛围和力量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体养成好的习惯 如果你养成了成功的习惯 那你想失败是很困难的 第三点 在培养习惯之前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要培养这个习惯 这样会让你更容易更有动力去行动 有的人说我看别人这么做了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做 比如别人早起你也想早起 别人阅读你也想阅读 那这个习惯就很难成功 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 有些人天生就是有动力去做很多事 有些人天生比较懒 科学研究证明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 如果你过去没能成功的坚持一些好习惯 也不意味着你未来肯定会失败 问题可能出在你没有发现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你只是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来改变自己 只有你的动力足够强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才能坚持下来 在我们组织的社群行动打卡计划里面 每个人每天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而且只要时间安排得到 这些事情也能够安排出来时间去做 当然有的小伙伴会说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就问他 如果你做这些事情 每天做完 然后给你一千块钱 你觉得你能不能做到呢 他说 那肯定能做到 我说 事实是 当你养成了这些习惯以后 你能够建立非常好的人际关系 非常好的人脉资源 然后建立起你非常庞大的团队和市场 他最终给你带来的回报和价值 远远超过每天一千块钱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这个价值 你会非常兴奋地去养成这些好的习惯 第四点 我们要意识到 一个人的行为改变了 思想也会随着改变 你一定听过有志者 施敬成这种说法 很多畅销立志书都会告诉你 要先改变思想 才能改变你的行为 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确实很多人是因为理念和思维的改变 然后改变了行为 但我也会发现也有很多人 他即使改变了想法 但是行动却没有跟上 那社会心理学家就提出 往往一个人先改变自己的行为了 他的思想就更容易随着改变 你要先哄着大脑 让他意识到改变是可行的 怎么样做到先改变行为呢 你可以从一些很小的行动开始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微习惯 比如每天先坚持 和一两个陌生人去聊聊天 慢慢地让大脑习惯新的行动 多用正面的说法去鼓励自己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1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1000个家庭 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